大家好,我是陶哲 这场猪球大会 其实我是专门为我的好兄弟 王力宏来的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真的 王力宏是我在圈内最好的朋友 可是 我不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 其实我们两个已经认识 差不多快二十多年了,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是透过一个录影带见到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出道 她也应该还没出道 然后我在做幕后 然后在那个录影带里面呢 留下了非常生硬的印象 她又唱,又跳 多才多艺 还拉小提琴 还唱歌剧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还穿了一条很紧的紧身裤 我一看,哇,这不是年轻版的肺翔吗 可是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真的不太理解 为什么她的裤子要这么紧啊 后来我发现是有原因的 其实她唱歌呢 很有男人味 她的声音很低沉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 所以本来她其实应该是唱低音的 可是她又偏偏很爱唱高音 所以呢 她真的要穿紧身裤 唱不上去 就提一下呗 Baby不要再哭泣 这一幕又多么熟悉 每一次和你翻开 像是这无风的打开 其实我一直认为 娱乐圈的标准 就是应该 顶得像 王力宏这么高的标准 不过现在的环境真的改变了 王菊 也出来了 艺人呢 还是要靠自己的作品说话 当然我这么说啦 你也不用听啦 因为我最近也没有什么新的作品 有人说王菊是中国的Beyonce 我觉得这不太对 Beyonce能有这样的成就 除了她的作品 还离不开她老公JZ的专业经营 所以你真的想要赶上Beyonce 除了作品之外 嗯 你是不是还需要找一个 会说唱的老公呢 哎 热狗 你觉得怎么样呢 热狗 别说话 我觉得你可以 说到王菊玉老师 真的 非常的非常的尊重 看到她 就想起我娘 真亲切啊 我妈也是唱金句的 可是其实金句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真的是很难 听 的进去 因为它真的很慢 一个字 能唱十分钟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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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 所以我的同年很悲惨 我妈就连喊吃饭都是 吃饭 所以 王老师 不是没人想吃金玉这碗饭 只是 这碗饭伤菜太慢 再说回力宏吧 其实我村内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 我们第一次合作应该是在03年 为了非典而写了一首歌叫《手牵手》 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好 那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 我们两个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呢房间里面只有一台钢琴 我弹一弹 没有 他弹一弹 也没有 我弹一弹 嗯 没有 他弹一弹 也没有 然后我再弹一弹 哎 有了 就这样我们共同创作了手牵手 写完了之后呢 当然我们去录音 力宏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音乐人 一句词 他要唱几百遍 这个真的不是夸张的 手牵手 不够紧 手牵手 太像张学友了 手牵手 不行 太像桃哲了 我出去吃了个饭回来 他还在给我 手牵手 还给我改旋律 到底要唱到什么时候啊 可是我突然就想我妈了 只要是我妈都已经唱到下一句了 王力宏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跟他够熟 他才会让你进入他的世界 但是一进去了之后呢 嗯 也不会想待太久 比如A.I.I.这首歌 就能代表他的精神世界和状态 所以我听了一半 我就赶紧关了 好险 差点逃不出去 虽然力宏呢 赚钱赚了很多 但是在生活里 他穿衣服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节俭 如果你去他的衣柜里面去看 你真的能够看到 很多破洞的袜子 嗯 所以我怀疑他今天上节目 是不是也穿了 这样子的破洞的袜子呢 嗯 力宏 你敢把鞋子脱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吗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 来来来 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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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过去 没有 没有 狮子没有 看 脚跟 哇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一点点了 一点点了 真有啊 狮子你要把他穿上啊 啊 有海鲜味 我就拿个了 好啦 其实我们的关系真的非常好啦 但是你们也可能不知道 这是一个我跟力宏之间的一个小的秘密 他每一年真的非常有心 他会传一个微信的生日祝福给我 真的 非常非常的贴心 而且他不只是用说的生日快乐 他是用唱的 也是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嘿 兄弟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我最爱的头只 生日快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没有了 你还笑 我很失望 抱歉 抱歉 七月就这样过了 力宏 明年我希望七月能对我好一点 但是力宏 我今天真的很想要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我很多年一直 闷在心里面 不敢说 对 可是 对 我真的是憋不住了 我总是觉得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模仿我 是吗 你的裤子也挺紧的 不是这个紧身裤 那个我也有穿 其实 我才记得当年呢 我写过一首 有点中国风的一首歌 你们应该有听过 叫苏珊说 有听过吗 有听过 哎 力宏呢 紧接着就给我来了一首 花甜错 风歌有点像 后来我就又写了一首情歌对唱 就是刚刚那个 DT in the house 今天你要嫁给我 对 跟酒令唱的 力宏呢 紧接着呢 就给我来了一首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嗯 哎 又很像 当时我就开始怀疑了 但是我想说 嗯 兄弟不应该这样子 也不应该去瞎猜 直到我写了一首 我喜欢 他给我写了一首 我就喜欢 非常过分 非常过分 哎呀 我就说嘛 他最近写了那个AII 怎么这么奇怪啊 啊 因为是我没写新歌了 所以他没有参考的方向 但是力宏 真的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力宏 我也对不起 华语音乐 我在这里 跟大家 慎重的 道歉 可是完了 明年的生日 快乐又没了 不过没关系 力宏好兄弟 我今年又要出新歌了 加油 但是这个歌曲呢 我三言两语 是很难跟你说清楚 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回家做个PPT 改天给你全新说一下 谢谢大家 我是桃子 我是桃子 感谢观看